北京时间12月3日,提湖大江缺阵,但仍在课场以123比116击败了开作者。 提湖12比11结束三连败,保住西部前八的位置,考神德马库斯考新斯拿下了38分8个篮板, 朱霍月迪17分7次助攻埃托万摩尔19分拉减龙多12分10次助攻恩东尼戴维斯缺阵。 开作者13比12连败,达米安·利拉德拿下了29分8次助攻CJ·麦克·赫伦姆17分, 替补出场了梅耶斯·莱昂纳德17分,沙巴兹·纳皮尔15分。 提湖少了戴维斯,但火力不减,开场后与开作者大打对攻,首截以26至33落后。 提湖保持强劲的攻势,而开作者第二节命中率下降,提湖内外开花,本节最后一分钟连得8分,摩尔和龙多个命中一记3分, 他们以60至57反超,蓝彩大揭秘,新浪小炮智能预测NBA。 考新斯,康宁汉姆和摩尔相继命中3分,几乎在第三节迅速拉开差距,本节还有一分43秒时,考新斯的一次进攻得了6分。 他先是在篮下强攻,莱昂纳德高高跃起,一掌窃在考新斯手臂上,结果被吹了恶意犯规。 考新斯两法两重后,再度强打莱昂纳德,不但得手还造成犯规。 开作者抗议时,两人被吹了技术犯规。 米勒两法两重,而考新斯的加法不重,否则这一次进攻将得7分。 凭借这次进攻,提胡以96至77拉开了差距,场上的气氛趋于紧张。 莱昂纳德死后强途也被尼尔森打到脸上。 莱昂纳德悲声随手一聊,求竟然命中,尼尔森也被吹一级恶意犯规。 莱昂纳德罚中一球,本节激烈争夺的结果,提胡得了38分。 开作者只得25分,以82至98落后。 开作者双枪最近状态频频,两人前三斜得了28分。 还不如考新斯一人的31分。 最后一截两人总算发飙,一度将比分追成116比121,可惜为11万。 比赛时间只剩下12秒,提胡两法两重,锁定胜局。 无 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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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